特斯拉限制充电速度 挪威向每位受害车主赔14000美元 12月2日消息 据报道 特斯拉在挪威面临主罚 处罚是因为针对早期Model S汽车 特斯拉暗中限制SuperX这充电速度 挪威对相关案件进行重审 早在2019年 一些特斯拉车主发现在软件升级之后 汽车的续航里程下降12至30英里 当时受影响的汽车主要是Model S版本 这款车于2016年停产 一位车主告诉媒体 当时特斯拉回应称 升级软件是为了保护电池 延长电池寿命 少量用户的续航会走短 一阶车主感到困惑 希望特斯拉提供详情 随后特斯拉又发布软件补丁 大多车主的问题得到修正 但许多车主表示 SuperX这充电速度仍然下降了 对此 一些车主起诉特斯拉 不过在初审时 特斯拉并未参与 在没有听取特斯拉意见的前提下 法院认定特斯拉有错 特斯拉声称不知道开庭一事 于是进行重审 特斯拉承认人为延长充电时间 调整了SuperX这使用情况 但客户并不是任何充电模式 都能随便用的 特斯拉还说升级软件 是为了延长汽车寿命 不只是挪威 在美国也有人 因为同样的问题起诉特斯拉 美国案件已经解决 每位车货赔625美元